欢迎来到新闻频道 明星们很高兴您订阅了该频道 现在 龚俊荣获年度号召利益人殊荣 用出色的表现和影响力 实至名归 近日 龚俊凭借出色的表现和影响力 荣获了年度号召利益人的殊荣 这一荣誉不仅是对他个人才华和努力的肯定 更是对他在娱乐圈中所取得成就的认可 龚俊作为一位备受瞩目的艺人 一直以来都以出色的演技和独特的魅力 征服了无数观众 他的作品涵盖了电影 电视剧 音乐等多个领域 每一部作品都展现了他对艺术的追求和执着 无论是电影中的精湛表演 还是电视剧中的深情演绎 龚俊都能够将角色演绎的淋漓尽致 让观众为之动容 除了在演艺方面的出色表现 龚俊还积极参与公益事业 用自己的行动传递正能量和爱心 他关注环保 教育 扶贫等社会问题 积极参与各种公益活动 用自己的力量为社会做出贡献 在娱乐圈中 龚俊的人气和影响力也是不可忽视的 他的粉丝群体庞大 社交媒体上的粉丝数量也十分可观 他的一举一动都会引发粉丝的关注和讨论 他的作品也会受到广泛的关注和赞誉 获得年度号召丽艺人的殊荣 对于龚俊来说是一种鞭策和鼓励 他表示 这一荣誉不仅是对自己的肯定 更是对自己未来发展的期望 他将继续努力 不断提升自己的演技和影响力 为观众带来更多优秀的作品和表演 龚俊在《最玲珑》中的表现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虽然他饰演的十一皇子原彻角色并不起眼 戏份也有限 但他依然认真对待每一个镜头 努力塑造角色 这种对工作的认真态度 体现了他在演艺圈中的努力 其次 龚俊在《山河令》中的表现更是展现了他的实力和努力 这部剧让他的事业迎来了巅峰 许多粉丝在这部剧之后迅速狂热 而龚俊的演艺事业也随之腾飞 他清楚作为演员 精湛的表演才是最持久的资本 因此他一直在沉淀自己 等待着机会的到来 此外 龚俊还通过自己的工作室在演艺道路上闯荡 没有和任何经纪公司签约 这使得他更加随心所欲的接演自己喜欢的角色 摆脱了经纪公司的束缚 这种独立自主的精神也体现了他在演艺圈中的努力和拼搏 总之 龚俊荣获年度号召力艺人是一项实至名归的荣誉 他的才华 努力和影响力都得到了充分的认可和肯定 我们期待他在未来的发展中能够继续发光发热 为娱乐圈带来更多的惊喜和感动 感谢观看